觀眾朋友們好 現在是美國時間三月十五日 這裡是華爾街電視華爾街網報 現在我們繼續為您帶來的是有關中國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是一條突發新聞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表示 由於現在情況的爆發已經傷害了許多社區 破壞了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經濟活動 美聯儲周日將利率降至零 並啟動了一項規模達七千億美元的大規模量化寬鬆計劃 以保護美國經濟 面對高度動蕩的金融市場 美聯儲還將銀行貼欠窗口的緊急貸款利率 下調了一百二十五個基點 至零點二五個百分點 並將貸款期限延長九十天 新的聯邦基金利率 既可以用作金融機構短期貸款的基準 又可以與許多消費利率掛鉤 現在的目標利率是百分之零到百分之零點二五 美聯儲還將數千家銀行的準備金率降至零 此外在中央銀行的全球協調行動中 美聯儲表示加拿大銀行 英格蘭銀行 日本銀行 歐洲中央銀行 美聯儲和瑞士國家銀行 已經採取行動來提高美元的流動性 通過現有的美元稻計安排 在全球範圍內進行交易 銀行已經降低了稻計線貸款的利率 並延長了此類貸款期限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本來是定於中部時間下午六點 通過電話舉行新聞發布會 這次行動似乎是銀行有史以來的最大單日舉動 在許多方面反映了其在數月之內推出的金融危機期間的努力 週日的舉動包括多個計劃 降息和量化寬鬆政策在一天之內全部完成 量化寬鬆政策將採取五千億美元的美國國債 和兩千億美元的機構支持抵押貸款證券形式 美聯儲表示將從週一開始進行四百億美元的分期購買 美聯儲將利率從先前的目標範圍下調一個百分點 並保持將維持在這個水平 直到有信心經濟可以從最近的事件中恢復 並有望實現其最重要的就業和價格穩定目標 克里弗蘭聯儲主席梅斯特是唯一的反對者 他寧願將利率設定在零點五至零點七五個百分點之間 這意味著降息五十個基點 也就是比現在的降息一百個點是一半左右的規模 而美聯儲在聲明中補充說 準備使用其全部工具來支持信貸 向家庭和企業流動 從而促進其最大就業和價格穩定目標 儘管目前尚不完全清楚 但是似乎已經舉行的會議 將取代下週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定期會議 在此之前 美聯儲在過去兩週採取了幾項行動 在行動中 美聯儲宣布緊急降息五十個基點 並將金融系統隔夜信貸產品或回購規模 擴大至一點五萬億美元 而此前華爾街電視曾經為大家分析過 美聯儲的工具箱中還有哪些工具 當時美聯儲出人意料的將利率下調了零點五個百分點 這已經是自金融危機以來從未有過的舉措 而之後美聯儲也一直在以美國總統川普沒有注意到的方式不斷忙碌 如今美聯儲正在雙管旗下 在放鬆貨幣政策以支持經濟增長之後 還在擴動流大型政策 將額外的現金拿出來給銀行 以確保金融市場在現在的混亂中可以平穩運行 美聯儲可以做的事情大概有五件 首先就是繼續降息 投資者之前壓住 美聯儲將在定於三月十八日舉刊的會議上 再度宣布降息幅度會很大 比如零點七五個百分點 這樣的舉動將使美國利率僅比零水平高出零點五個百分點 這已經是自二零一五年以來從來沒有出現過的水平 但是現在美聯儲提前採取行動 可以說是打破市場預期 零利率看起來是一個極限 在去年十月會議的記憶中 所有參會者也就是每一位聯儲行長和聯儲儲備委員會委員 罕見地達成了一項共識 負利率對美國不是一個好工具 他們的結論是負利率在國外效果不佳 而且將阻礙美國銀行業發放貸款 總之下調短期利率可能並非應對最有效辦法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上週在記者會上曾經表示 降息不會降低聘請 也不會修復供應鏈 我們明白這一點 但是顯然鮑威爾在那次會議之後已經改變了主意 其次呢 美聯儲還可以為銀行系統提供更多流動性 週一在油價暴跌引發投資者恐慌之後 紐約聯儲銀行宣布將通過回購市場的短期放貸 向銀行提供更多現金 而投資者可以在回購市場將美國國債等優質抵押品換成現金 二零零七年隨著金融危機開始顯現 美聯儲設定了定期資金招標工具 並通過這樣的工具向所有銀行提供一個月和三個月期的現金貸款 而不僅限於挑出的一級交易商 美聯儲可以通過僅在聯邦儲備委員會進行簡單投票 重啟這樣的工具 還有就是美聯儲可以與美國財政部一道 向更多的機構提供更多的流動性 根據美國聯邦儲備法第十三條第三款 聯邦儲蓄委員會可以在不尋常和緊急的情況下 決定購買本票和匯票 這是一種為非銀行金融機構提供資金的方式 比如從事股票和債券交易的經濟交易商 這些機構無法從美聯儲的其他借貸工具獲得貸款 但是這些購買舉措必須用於支撐金融體系 而不是用來支撐引領破產的公司 而且必須是暫時的 美聯儲在金融危機期間這樣做了 但是國會後來收緊了規則 如果美聯儲想要這樣做 就必須再與財政部長磋商 再有就是推出量化寬鬆 目前已經在實現中了 與對負利率的厭惡形成鮮明對比的是 政策制定者們表示 他們將考慮使用另外一種危機時機工具 也就是我們所說的量化寬鬆 來應對未來可能的經濟下行 他們將購買美國中長期政府債券 而且將比過去更提早更積極的這樣做 在金融危機爆發後 美聯儲曾經三次利用量化寬鬆政策 壓低長期利率來刺激美國經濟 還有就是與國會一道推出超級量化寬鬆第五輪 在上上週五波士頓聯邦儲蓄銀行的行長羅森格倫 表示如果政策利率和十年期美國國債收益率雙雙跌至零 並且維持在這一水平 那麼無論利率還是國債購買都難以對金融市場產生影響 因為你沒有辦法向下拖 已經落到地板上的東西 他表示在這種情況下 美聯儲或許會考慮購買更多種類的證券或資產 正如日本央行通過購買股票所做的那樣 然而羅森格倫提出的建議遠遠超出了美聯儲當前規則手冊中所能及的範圍 這需要國會出台新的立法 許多人還記得多德富蘭克金融改革法案通過和實施 費了多大周章 他們可能會預計到要讓華盛頓的決策者再次考慮這樣做 將需要一場大得多的危機 問題是這場危機真的來臨了嗎 觀眾朋友們好 現在是美國時間三月十五日 這裡是華爾街電視華爾街網報 現在我們繼續為您帶來的是有關中國以及世界的最新消息 首先是一條突發新聞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表示 由於現在情況的爆發已經傷害了許多社區 破壞了包括美國在內的許多國家的經濟活動 美聯儲周日將利率降至零 並啟動了一項規模達七千億美元的大規模量化寬鬆計劃 以保護美國經濟 面對高度動盪的金融市場 美聯儲還將銀行貼欠窗口的緊急貸款利率下調了一百二十五個基點 至零點二五個百分點 並將貸款期限延長九十天 新的聯邦基金利率既可以用作金融機構短期貸款的基準 又可以與許多消費利率掛鉤 現在的目標利率是百分之零到百分之零點二五 美聯儲還將數千家銀行的準備金率降至零 此外在中央銀行的全球協調行動中 美聯儲表示加拿大銀行英格蘭銀行日本銀行歐洲中央銀行 美聯儲和瑞士國家銀行已經採取行動來提高美元的流動性 通過現有的美元倒極安排在全球範圍內進行交易 銀行已經降低了到極限貸款的利率 並延長了此類貸款期限 美聯儲主席鮑威爾本來是定於中部時間下午六點 通過電話舉行新聞發布會 這次行動似乎是銀行有史以來的最大單日舉動 在許多方面反映了其在數月之內推出的金融危機期間的努力 周日的舉動包括多個計劃降息和量化寬鬆政策 在一天之內全部完成 量化寬鬆政策將採取五千億美元的美國國債 和兩千億美元的機構支持抵押貸款證券形式 美聯儲表示將從周一開始進行四百億美元的分期購買 美聯儲將利率從先前的目標範圍下調一個百分點 並保持將維持在這個水平 直到有信心經濟可以從最近的事件中恢復 並有望實現其最重要的就業和價格穩定目標 克里弗蘭聯儲主席梅斯特是唯一的反對者 他寧願將利率設定在零點五至零點七五個百分點之間 這意味著降息五十個基點 也就是比現在的降息一百個點是一半左右的規模 而美聯儲在聲明中補充說 準備使用其全部工具來支持信貸 向家庭和企業流動 從而促進其最大就業和價格穩定目標 儘管目前尚不完全清楚 但是似乎已經舉行的會議將取代下週的聯邦公開市場委員會的定期會議 在此之前 美聯儲在過去兩週採取了幾項行動 在行動中美聯儲宣布緊急降息五十個基點 並將金融系統隔夜信貸產品或回購規模擴大至一點五萬億美元 好了以上就是本期華爾街電視華爾街網報的全部內容 希望你喜歡並且繼續關注華爾街電視的其他節目 我先打排一下 現在神而御我們只能敬國